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是农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增长点 养殖收入也是农民经营收入的重要来源 很多畜牧业领域专家将他们的科研成果应用于扶贫事业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就是其中一位优秀的代表 他就是安徽农业大学教授 国家肉羊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张子军 那么一位大学教授是如何新系产业 永当科技扶贫重任的呢 他科技扶贫的难点又在哪呢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 免山羊遗传育种与繁殖专家张子军 现在是安徽农业大学江淮分水岭综合试验站站长 张子军研究养羊多年 一直致力于攻克科技扶贫的难点 为农民养殖户谋利益 他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试验站的羊舍里看看羊 养羊既是他擅长的事 也是他认为可以帮助当地老百姓 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我们江湖福水里的地区 就我们西北就是我们养羊的 我们来看 我只要是勤劳 标的都是草 我就有草就能养羊 能养出来羊就能卖到钱 其实高科养受小 我觉得我们科养受小 真正能处理富贫的那些成果 那就是我们真正能落地的育养成果 安徽农业大学江淮分水岭综合试验站 位于安徽省定远县 自从被任命为试验站站长以来 张子军就扎根在此 为当地的扶贫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几年前 张子军在调研的时候发现 这里资源匮乏 村落整体贫困 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 留老人孩子独自在家 杨廷基老人 他的家庭生活困难 还要抚养孙子孙女上学读书 几年前 在一次开农机的时候 意外遭遇车祸 从此不能从事繁重体力劳动 使原本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 张子军偶然间听说杨廷基老人的情况后 与住村工作队取得联系 免费给杨廷基老人送去种羊十五只 并教会了老人如何养羊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要去指导一番 经过这个父亲的长教师 的书籍他们帮助 把人扎你送花火力度了 紧急状况大约给谁 经过帮扶 杨廷基老人的年收入达到了四万元左右 几年间 张子军先后帮扶了 像杨廷基老人这样的家庭百余户 让当地百姓顺利脱贫 养羊就找张子军 也成了当地百姓的口头禅 你想他们养过羊 他养一养能不死 他能把小羊羔掺下那么多 他能养一养得很好 帮助贫困户 那其实应该就是一种责任 应该很踏实 对于贫困家庭出身的张子军来说 让百姓们过上安心富足的生活 自己也收获了一份踏实 但张子军并没有满足于此 他将养羊技术运用到定远线的养羊产业中 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这里是定远线养殖羊的重要企业 很多养羊的企业家 在养殖过程中 都需要像张子军这样的科技专家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在这个配种季节就可以的 但是如果在怀孕 比如怀孕后期 就必须要营养要加上去 这个企业利用工厂化养羊的模式 每栋羊社可以养约700只羊 养羊之初 由于工作人员缺乏技术 导致羊经常生病 每隔一段时间 张子军就带团队到这里调研防疫指导技术 如果是阴性 只有一条杆子 C这条杆子 如果无效的话是这个T杆 我们研究社会下去 在他那住一周到十天 基本上把他的遥遥 一直一直要磨一遍 沉重啊 采血啊 磨完了以后 我们就给他重新来组群 组群了以后 我们就针对不同的群体 来制定饲养计划 防疫制度啊 建议的一些策略 在张子军的帮扶下 养殖企业不仅学会了科学养殖 而且从养祖群到饲养管理技术 再到最后的经营 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同时也带动了周边企业的生产活力 在张子军看来 送科技下乡 不光是指导肉养养殖技术 还要依靠科技 提升传统农业 打赢脱贫 攻坚战 肩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也是张子军前进的动力 张子军自小家境贫寒 父母早亡 幼时坎坷的生活经历 培养了他执着的性格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上个世纪90年代末 张子军在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师从赵友章教授从事洋的遗传育种 与繁殖研究工作 毕业后留校任教 2008年他调任到安徽农业大学 这一次调动工作 对张子军来说等于白手起家 挑战很大 选择一个突破口非常关键 他开始培育适合南方养殖的肉羊品种 然而南北方气候环境条件差异非常大 张子军是如何克服困难 培育出新品种黄怀肉羊的呢 调到安徽农业大学之后 动物育种和繁殖研究专家张子军 开始思索 如何培育适合南方养殖的肉羊新品种 首先他必须解决南方气候 不适宜养羊的问题 在南方它的气候条件超湿 羊热 微生物繁殖很快 而且经常下雨 就说下去要考虑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怎么能把这种不利的因素 变成有利的 或者说把这种自然的因素 通过我们人为的调控 适合要来生活生产 张子军带领团队 从设施设备的研发作为切入地 通过调控气候环境打造羊的栖息地 团队针对南方气候特点 不断地改进结构和工艺 设计出一种双坡式结构洋舍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从整个形式上 结构形式上 把防射加筑改成棚射加筑 北方主要是保暖 南方主要是为了防热 防熟 就是夏天不要太热 那这样子我们就在材料选择上 那是就主要是在考虑夏天的降温 长期以来 我国畜牧业发展存在一些问题 除了设施设备 优良品种也是极大的短板 对于张子军来说 除了设备的研发 新品种的培育 更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工作 在黄淮地区 肉养养殖以散养为主 而且养殖规模小 育种工作难以组织实施 育种啊 它一开始就比如说 资源手机很困难 手机到了以后 第二个困难就是它的 你得把最好的留下来 育种群组织了以后五年要实际 离开那时候 就是想一些生产指标 比如长高率 就一只牧羊 一年可以共享四点八个羊膏 育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 需要科学的育种手段和先进的技术水平 在和大规模企业的合作过程中 要不断分析 不断改良 历经重重困难 育种工作终于有了起色 每鸟都要大规模地开照育种羊的测地 你每鸟的那个一测的数据出来 那是很细人的 到一流量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已经能达到我们的就是 育种的就是国家品种羊组的那些 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能达到 张子军团队以进口的杜博羊为副本 国内的小尾寒羊为母本 经过十几年的创新研究和实践 最终培育成体型外貌一致 遗传性能稳定 适合黄淮地区生长的新品种 我们这个品种叫黄淮肉羊 适合我们黄淮地区的一个品种 防止率高 一般的防止率在230% 就是100只木羊 一次能产出230个羊羊 第二个就是它可以适应我们 南方的羊热潮湿的这样一些气候 同时呢 还有它的肉特别好吃 黄淮肉羊的诞生 是我国肉羊种植资源的一次重要突破 黄淮肉羊已经大面积养殖 本土的黄淮肉羊产业也得到了提升 同时黄淮肉羊也是张子军 在定远线扶贫工作中推广的重要品种 动物育种与繁殖研究专家张子军 在羊的育种与繁殖领域前行钻研多年 耗费十几年的时间 终于研究出了新品种 2016年张子军的工作又有了一次新的转折 这一年安徽农业大学陆续在安徽省内各地 设立了8个试验站 尝试学校科研成果与地方实际生产结合的新模式 张子军被任命为江淮分水岭试验站站长 上任之后张子军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试验站里度过的 连春节都将全家人接到了试验站过节 他将上高中的儿子也从合肥转学到定远就读 可以说江淮分水岭试验站 承载了张子军很多科研应用的想法 那么他的这些想法是如何服务于当地产业发展的呢 2016年4月 定远县江淮分水岭综合试验站落成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张子军被任命为首任战长 他开始尝试在自己的一方土地上继续做好羊的养殖研究 并运用于当地产业发展 历经不断改进和尝试 第六代拱顶式新型羊社在这里应运而生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设计理念上 我们是把它的休息 菜食 饮水都分开了 还有清分 这样子就是它也保证它一个很好的小气候环境 那么在羊热的夏季 我们主要的小气候环境调控措施就是增加风速 我们到夏天我们要求十米每秒 这个羊舍就像一个隧道一样 风气一打开进去以后文字都停留不了 就文艺也很少 张子军除了注重羊舍内舒适的环境 羊舍可移动也是最大的创新 这一创新保证了羊舍的清洁与卫生 主要是在清风的时候 我们这个羊舍是一年清风一到两次 一到两次 一般是在冲天和秋天播种的时候 我们这个羊舍是整体可以移动的 你看后面有轨道 要清风的时候 因为羊风在下面 漏风地板下面已经发酵好了 清风的时候羊舍整体就移过去 我们的那个藏车直接就可以把羊风运走环田了 在安徽农业大学江淮分水岭综合实验站 还养殖着五十多种不同品种的羊 这些是几年来张子军和团队不辞辛苦 走南闯北在全国各地搜集来的 这些品种资源不但是绵羊山羊高效育种的关键 而且也为生物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品种和研究对象 与此同时 张子军还把服务定远线的三农工作和科研教学紧密结合到一起 这里也成了张子军及安徽农业大学很多老师的教学基地 对于安徽农业大学来说 更多的科研成果要走出去 扎根地方和地方合作是一个很好的运营模式 主要是立足于当地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 特别是产业需求来开展服务 这个综合实验站基本模式就是一战一盟一中心 就一个综合实验站 一个产薰营联盟 一个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这三者是合三为一的 张子军带领团队不仅探索出了新型大学农业推广体系 还为当地农业的转型升级奔波着 他带着学校不同学科的专家 跑遍并远县的乡镇 对当地畜牧业 种植业走访调研 为70个贫困村定做了农业产业规划 丁业的农业 其实要像张子军教授这样的农业转业人才 和农业转家 他扎根基层 扎根农层 扎根丁业 五年来换来了我们丁业农业 告知量发展的行业和行动能 在乡村振兴大时代的推动下 张子军带着他的科研成果深入基层 扎实服务当地百姓 为当地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事业 贡献了自己的心血与汗水 也获得了让他欣慰的累累成果 作为一名养殖专家 张子军觉得扎根基层 服务农民的这些经历 对他本人而言 也是人生的一次蜕变 我原来在思考问题 我其实就是养了养 只有养 觉得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很重要 比如我们做分子生物学很重要 那到我们现在认识就不是这样 我们觉得应该是 地医院的老百姓 不是他养什么品种 消费者觉得地医院的老百姓 养得一样好吃 这个事情要重要 到了总和实验站场以后 我感觉我是真的是成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 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 张子军从一个西北的放羊娃 成长为培育出新品种的养羊专家 也成为帮助乡村产业振兴的科技专家 从高校到试验站的田间地头 张子军成功地将科研成果 运用到地方实际生产 在当今时代发展大潮中 正是因为有了像他这样优秀的科研人才 国家和民族才会有更为广阔的影响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